一男子在LV奢侈品店花5000多元买了一条腰带 但仅仅使用4天腰带头就断掉无法使用了 找到LV门店要求道歉 对方净声称这条断裂的腰带不是他家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是男子恶意讹诈LV商家 又或者是男子买到了假货 皮带扣怎么断了呢这 不知道估计大品牌都是容易断 你带了多长时间呀 带了4天了 4天就断了 你这不搞笑了吗 镜头前一脸富态的男子就是求助人吴先生 他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他在当地一家大型商城里面的LV门店里 花了5400元购买了一条真皮皮带 本以为这么高的价格 质量上应该能过得去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用了4天 这条LV腰带的就直接断裂无法使用了 吴先生起初还怀疑买到了假货 找到当时购买的门店 结果发现这确确实实是LV官方店 这让吴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了 5000多元的腰带不求永远不坏 但也不至于连地摊上5块钱 就能买到的皮带质量也比不过吧 仅仅4天就直接断裂 吴先生很愤怒 他认为LV故意卖劣质品给他 然后直接找到LV门店要求给个说法 吴先生此次来本以为LV店会作贼心虚 向自己道歉并赔偿损失 但现实很骨感 LV店店长压根不承认 这条皮带是他们家的产品 眼见店长一直耍无赖 无奈之下 吴先生希望记者帮忙维权 记者听完也是觉得不可思议 世界品牌LV服务态度 怎会如此恶劣 于是和吴先生 一起来到社市LV门店进行采访 LV门店又会给出怎样的解释 只要你证明是人家腰带有质量问题 你不愿意给我还我都走 你不要说不是人家腰带干啥之类的话 吴先生一见到门店店长 提气瞬间就上来了 直言只要门店承认产品质量有问题 并向他道歉 他愿意不要赔偿 直接把这件事翻篇 他还告诉门店店长 别说那些推卸责任的话 明明从你家店里买的皮带 发票还在手上 怎么现在就不承认是你家的产品 记者询问吴先生 为什么会这样说 吴先生也是解释了起来 原来找记者帮忙之前 吴先生就数次来到店里维权 甚至还拨打了工商局的电话 但店长却一直否认 腰带是他家的 可能是看到LV大牌子 工商局的软骨头 竟然不为消费者吴先生做主 反而一直是获悉尼的态度 这件事维权了八个多月 竟然一直都没有结果 反而搞得吴先生是心力交瘁 舍得花5400元买一条皮带 多半是十分富裕的大老板 但他们时间往往不够 为什么吴先生要花大量的时间 死咬着这件事不放呢 此时吴先生的好友给出了答案 原来这条皮带给吴先生 带来了一段尴尬难忘的经历 吴先生好友告诉记者 其实吴先生买这条LV腰带 就是为了几天后的商业伙伴聚会 当时吴先生和商界朋友一起聚餐 站起来敬酒时 这条LV腰带突然断裂 腰带连同外面的裤子 竟然直接脱落 这真是尴尬到家了 不仅如此 酒桌上的朋友还出言嘲讽吴先生 想装就直接买个真的 买个假的LV腰带干什么 这让吴先生颜面扫地 吴先生经济富裕 他对钱不感兴趣 此刻只希望店长道歉 弥补他那受过伤的心灵 但店长的态度 却再次惹怒了吴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在工作期间不接受采访 面对记者和吴先生的到来 店长明显表示出不耐烦的表情 简单地敷衍之后 吴先生还没有离开 并要求给个说法 店长心想 你们不走我走行了吧 于是直接自顾自地离开门店 记者连忙赶了上去 追问吴先生的情况 应该怎么解决 此刻 吴先生也在后面大声质问 店长又表示 工作期间不接受采访 起了怪了 工作期间不接受采访 难道你愿意下班时间接受采访 除了是怎么一点 则任心都没有 没过多久 店长就通知商城的工作人员拦住记者 然后直接挽起了消失 看到LV一直推卸责任拒不道歉的做法 吴先生此时异常愤怒 他要求商场工作人员给个说法 但没想到 商城竟然也是推卸责任 面对怒气冲冲的吴先生 商城工作人员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明显是没把吴先生的事情放在心上 吴先生也是不管不顾 直接站在LV店门口骂街 国际大品牌LV就这样质量的产品 这样的服务态度 以后哪个顾客还敢进去消费 但LV门店却一直装聋作哑 直接把吴先生当成空气 记者看到这种情况 也是直接联系了LV上海总部公关 但是把这个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卖给了顾客 咱不是应该向顾客致歉吗 我们致歉的方式就是能够提供推换货的服务 吴先生本以为总部公关的服务态度 应该能够好点 但现实还是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总部公关负责人先是自卖自夸 表示LV手工亿品都是纯手工打造 出现质量问题那很正常 吴先生买的这条断头皮带 恰恰说明买到了LV正品 关于吴先生的事情怎么解决 负责人也是给出了方案 他表示LV从不向人道歉 如果吴先生非要坚持 LV只同意退款或者换货 吴先生听完后 彻底对LV和商城含了心 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 花了几千块钱只为了一个好的购物体验 但花了钱还一直糟心 他拒绝了LV的退换货服务 选择认栽 离开前他还大声诉说着自己的不满 表示以后永远不会再来这个商城 再也不会购买LV的产品 LV真的是又当又利 站着把钱给挣了 对于这件事屏幕前的你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 强赞加留言讨论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